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球星他们又不想要 如今距离欧洲转会期关闭已经不足半个月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黄马已经准备豁出去了 他们想掏出3亿欧元的巨款 强行把内马尔弄到手 还不信没有钱不能解决的事情呢 不过这笔交易也得有个前提 大巴黎必须先收到欧足联方面的财政罚款 他们才愿意出钱 这是什么操作 原来 在最近的欧洲超级杯比赛中 因为不敌马德里竞技 这也导致黄马新赛季并不让人看好 媒体们认为 西甲目前的结构是三支队伍分天下 不再是当初的黄马一家独大 除了老对手巴萨 马进也机身前三 这支队伍如今已经成长起来了 达到了最近十年来的巅峰状态 他们将对冠军发起猛烈冲击 这点从数据上就能看出来 对于下赛季西甲谁能登顶的猜测 赔率前两位的分别是巴萨和马进 黄马惨居第三 可见大家对他都不太有信心了 其实C罗的离开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黄马 甚至会是西甲整个联赛 没提衬 如今只有梅西一个超级巨星 留在西甲踢球了 其他人不管实力还是名气 暂时都达不到这个层次 除了他 剩下的球员也都没拿到过金薛奖 这可能会影响下赛 继西甲的人气呢 看的人估计会大大减少 毕竟球迷们都跑了 去看一甲了 再次感叹一下C罗的受欢迎程度 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就算是放眼足弹过去这些年 也都很少有球星能赶得上他吧 所以现在黄马非常着急 根据套普媒体称 黄马现在一心念叨着内玛尔 已经不可能让他们松口了 而大巴黎会怎么做呢 这取决于最终黄马愿意拿出的价格 据说这份报价会达到3亿欧元 这是各可等巨额的转汇费啊 有球迷还笑称 那不如掏出5亿欧元再把C罗买回来呢 不过黄马现在还不着急出手 他们还在等欧足联 对大巴黎财政方面的调查 如果受到了处罚 那么黄马就会动手 花一笔据换把内玛尔弄到手 要是真的成型 这想必会成为今年夏季 足坛转汇期 最为夸张的一笔转汇交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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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